从二十人到三万人 他们二十年只做一件事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十多年的光阴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到现在 我真的很喜欢做老师这个工作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华文老师永彦斌王索英夫妇 在葡萄牙的教学之路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繁繁美丽满之涯 有香有白人人光 让我来生命在下 送给别人家 我的茉莉花 我的评价今天是前面两首歌唱得很好 祝贺 画面中这两个人叫鲁燕斌和王索英 王索英正在点评的这个合唱团 是他们二人于2009年10月成立的 目前有团员三十多个 指挥和团员都是他们的学生 这些团员跟随他们学习汉语 已经有五年时间了 成立合唱团就是为了通过演唱通过歌曲 来传播中文化 说到教授汉语 记者跟随王索英来到位于葡萄牙中北部的阿威罗大学 王索英是语言文化系的汉语老师 每周有两天的课程安排 今天他要给一些大二的学生上课 谁能到黑板上来写希望两个字 谁会写 这 就会 这 可以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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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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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太了很好但是要注意 这个望应该这样写 不需要 呃 好呗 这个先写树再写横 OK 好啊 对 这里特别有 希望 现在谁能用希望造句 我喜欢有很多钱 因为我要买很多东西 啊 是 是 现在 王索英在阿威罗大学语言文化系的讲台上 已经奖励15年 作为在这里最早的汉语老师 非常受学生们的欢迎 在课后 学生们都爱用中文跟他交流 我要和中国人工作啊 去哪里工作 就 食材 食材 食堂 哦 饭店 饭店 对饭店 个食材的工作 这位受学生欢迎的华文老师 王索英和帐户 隆彦 在葡萄牙已经二十多年了 从未间断的从事着华文教育工作 目前他们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三万人 其中还有政府人员警察律师等各行业人士 而不为人知的是 最开始他们的学生才二十几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王索英和丈夫卢彦斌都出生在上海 从中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 一九七二年双双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 在学校学习三年以后 由于教他们普语的老师离开了中国 为了继续他们的学业 学校公派他们到当时唯一有普语专业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 这去乡口的两人同时也坠入了爱河 一九七七年 学业结束以后 他们回到上海外国语大学 创办了葡萄牙语本科专业 并担任任何老师十余年 八七年的时候呢就是澳门政府 下面的一个文化学会 他就请我们两个到那去工作 但学校方面呢就是认为 我们两个一起去澳门不好 就把他派到葡萄牙来 就同意我去澳门工作 然后让他到葡萄牙来 夫妻俩分隔两地承受着相思之苦 然而不久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卢彦斌的眼睛开始出现了问题 这个视野越来越窄 还有一只差点给车撞换 他过了人家就停下来 我脚一踏 正好他的后人从我身上押过去了 啪啪就说这反正的 为了能够照顾丈夫卢彦斌 一九九一年 汪索英不得不结束澳门的工作 带着年满十一岁的儿子 申请自费来到了葡萄牙 为了能够维持生计 他们在澳门驻葡萄牙 经济贸易办事处开设的中文教学点 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起初开班的时候 学生才二十多个 虽然学生不多 但因为是当时葡萄牙唯一的汉语教学点 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教材 于是夫妇二人通过手写 然后复印出来在课堂上使用 后来学会了用电脑 就把所有手稿输入电脑打印使用 现在他们家书房的角落里 都还堆了几大箱当年用的复印教材 这是回归以前 澳门回归以前一年级的计划 这是手稿是吧相当于是 这也不完全实备 也是电脑打的 咱们全是用的复印件 就是直接打到电脑里面 然后用电脑 然后这是第一颗 就基本上已经成型了第一颗 那也有一个故事 第一颗看见没有 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出版的时候 在这个基础上在改的 拿着领反的字编材料 夫妇二人开始了最初的汉语教学 然而在课堂上他们发现 学生呢总是在汉字下面标注拼音 好几节课下来 学生也只记住了汉字的读音 一般是汉语拼音 平常不是我们就是 不是我们书面 书面那个什么 书面通信 我们不是用汉语拼音的 我们是用汉字的 所以教外国人学汉字呢 学汉语 应该像中国人一样 直接的认读汉字 直接的记汉字 每学一个汉字呢 就记住三样东西嘛 就是一个是汉字的字形 一个是语音 还有它的什么意义 然后一看到这个汉字 马上就把这三样东西连 就是连起来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所以我的学生都是 让它直接认读汉字的 直接认读汉字的方法 起初学生们很难接受 汉语作为世界公正 最难学的语言之一 这些葡萄牙学生学起来 异常的慢 很多字是比较像的 他们这种外国人学中文的话 他们会不会搞混啊 有有有这样的 然后就那个纠正呀 改正然后再学 那有的时候你看上课的是 一个字老念错 我觉得他们读十遍 是吧 他们就在那读 自己在那一边读一边在那笑 读完十遍以后重新再读 您的意思就是属于一个强化记忆 强化然后一直记住这个字呢 对 有的时候也有些诀窍的 比方说行生字嘛 行生字它就是可以读半边字的嘛 对 有的时候也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些诀窍 但有的时候不行的 比方说那个也 然后那个他 是吧 他们有的时候会读错的 也是读行生字也读那个 那就不行了 就跟他们说的 王索英夫妇二人就是这样 用自己总结的一些小窍门 在课堂上交给学生们 然而 任何一门语言都是要多说多练 如何能让学生们开口练习 这也是最让他们伤脑筋的事情 读到就是练口语的机会特别小 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一定要练习 就是把这个语言环境给创造成 就自己创造这个环境 所以我就建议他们两层这个习惯 互相之间的了解 阿维多大学现在比较好 我们就是接受了中国大陆来的 有四个大学来了三十几名 到我们阿维多大学去学习本科 普语还有那个硕士 就是用普语 那么后来我就利用这个资源 搞了好几次活动 让葡萄牙学生和中国学生一起绘画 除了建立汉语角之外 他们还建议学生在生活中 也要多创造练习汉语的机会 分布在葡萄牙各地的三百多家中餐馆 就成了学生们最好的去处 然而中国和葡萄牙存在地域上的差异 面对这些陌生的中国食材 问题就接踵而至 我说你是不是有个学生呢 他就问我 他说王老师你给我写个单子 说我要这个饭地去点那个海带朝下 我就给他写个海带朝下 结果他后来到了饭地去说不是的 我就特别跟他一起到中国饭地去 我说你点的那个菜叫他们上来一看 黑木耳 黑木耳这个词在葡萄牙的餐馆 它都翻成海带的 他说第一个翻译的人呢 就把它翻译说就翻成海带 所以我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说的 我说这个就是咱们的黑木耳 但是在中国的餐馆他们所谓的叫海带 那真的海带呢就是这样的 我就带了给他们看的上课 上课就给他们看 通过在生活中的接触 然后再给学生们直观的讲解 这样的学习方式很受学生的欢迎 有了这样的尝试 王索英在每次讲到不同的课文内容的时候 他都会对应带上一些实体物件 这一怎么跟我们学的一不一样啊 但是我就跟他说是那个大写 我们开支票的话都要写这个一 他们是挺喜欢的 但是他们经常还问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还有其他文字啊 啊对 我就告诉他们一个五十六个民族嘛 所以有其他文字 我学中文就是跟王老师和陆老师 所以中文我刚才说的 跟我的母语很不一样 所以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特别是汉字 这些的感觉挺好的 然后王老师和陆老师他们的讲课很有方法的 夫妇二人就是这样 通过一点一点的用锁实践 形成了独特的教学方法 学生们对学习汉语的兴趣也提高了 汉语水平提高的也越来越快 本来是一个班 我接受的时候才一个班呀 一个班才十来个人 是吧 一直到最后我们成为有五个年纪六个班 五个年纪六个班 每年都要招生 每年都有三百多人报名 随着影响力的加大 1998年王小英受辟于葡萄牙的阿威罗大学 成为语言文化系的专职教师 工作也更加繁忙 而丈夫鲁燕丁的严病也越来越严重 王老师也是陪我去法国 陪我去古巴 想的发觉是 那时候打针每个星期等于一针 打一针注射液 他得学的给我打呀 你要去医院也不方便 没时间去 每个礼拜他得给我学的打针 他得学会打针 所以确实也花了不少的代价 也很努力的 但是最终还是不行 但当时已经有准备了 我这个人吸引得比较开朗 比较没有管 就说最终的这个结果我知道 但是呢也能够面对 医生诊断出 鲁燕丁的视网膜产生了病变 他的视力范围将会慢慢变窄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失明 王索英带着鲁燕丁 跑了很多医院 也看了很多医生 都说没有办法根治 只能用药物延缓病情的恶化 在与病魔斗争了长达十余年之后 奇迹还是没能够出现 2001年鲁燕丁的眼睛完全失明了 根据普特洋法律 他可以就是拿抚弃金 残疾抚弃金就可以不工作 但根据普特洋法律 如果你拿了残疾抚弃金的话 你就不能做任何工作 哪怕他要教书的话 他就不能去教书 鲁燕丁不愿意接受 抚弃金这样的救济 也不愿意让妻子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 没人能了解 他究竟克服了多大的障碍 有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十年后 鲁燕丁调整了半年 在澳门经济贸易办事处 开办了一门诸算课程 第一 这个呢 二 这个呢 三 这个呢 四 好 五怎么样 五 这个是五 是不是 好 六呢 六 七 八 九 零怎么办 没有 什么都没有就是零 除了上课以外 陆燕丁继续做着教材的编写工作 教材所配备的光盘里面的录音部分 也依旧是由陆燕丁来完成 不过 不过 与之前不同的是 王锁英成了他的眼睛 每次录音的时候 王锁英先小声念一遍课文内容 陆燕丁跟着读 中国领土的陆地面积 中国领土的陆地面积 约960万平方公里 约960万平方公里 为亚洲第一大国 为亚洲第一大国 世界第三大国 世界第三大国 我们先听一下好不好 可以试试 有看我觉得你声音很轻的 没看见我声音可以得清清 声音可以加大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分布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分布 声音开始放开 一边上课 一边编写教材 陆燕丁夫妇为推广华文教育 透露了大量的时间 唯一的儿子也送回中国上大学 王锁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因为长期的奔波劳累 身体也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有一次在这个阿维多上课 突然之间那个 去医生过时是药间盘突出 突然之间那个就觉得很疼 不能走路什么 我也是从内心一个国感到很 愧对他 所以我作为丈夫 我这个这个这个 由于这个演技啊 对他的方式是现在 根本就不容易讲的 帮不上忙啊 干着急啊 那么最多就是劝劝他 能够正确的时间 多休息休息 患难夫妻深知真行的可贵 本着共同的奋斗目标 他们继续在葡萄牙的教学之路 2007年 夫妻俩把庆祝了16年新学的 葡萄牙人学中文 首次出版发行 一经出版 立刻受到了所有 学习汉语的葡萄牙人的热捧 并被葡萄牙政府机构 确定为 汉语教学典的正式教材 这些教材 葡萄牙人学中文 一共是出了三册 计划出五册 已经出了三册 这是第二本 这是第三本 然后呢这是第一本 第一本呢已经是第三版了 第三版的时候呢 出版社他就要求改名字 他就不是葡萄牙人 他就是葡萄牙人 他就是葡萄牙人 他准备推广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说葡萄牙的国家嘛 那光是葡萄牙人学中 不是限制太大 只能在葡萄牙使用嘛 已经出版的这三册教材 字数超过了四十五万 然而实际编写的过程中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二十多年以来 卢彦斌夫妇 除了一直在完善 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 他们还单独参与 撰写及翻译的各种书籍 已经超过了一百多种 发行超过数十万册 其中 解名汉谱词典 曾在中国两次获奖 龙香故事和龙香神话语传说 被列入葡萄牙全国阅读计划 在王索英的电脑上 记者还看到了安排的满满的日程表 除了阿威罗大学 他在葡萄牙中医大学 澳门驻葡萄牙经济贸易班师处 澳门科学文化中心等处 都有汉语课程 来 大家一起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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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索英 种种的肯定和赞誉 没有让夫妻俩的心态 发生任何变化 他们依旧平时而忙碌的生活 王索英告诉记者 作为华人在海外 他们夫妇没有做什么 哭哭咧咧的事情 传播中华文化 他们只是努力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索英 王索英